中文字幕提供 就是拍海上的这个剑锋了 什么日出日落 就是说捕鱼的过程 当时我最早的时候 就是权通第一个 我们海德镇海间村啊 17年最起码挣了大百十万吧 我们现在是28个手机 28个微信啊 一个微信是5000人啊 今天卖了两个买单 一个多小时吧 我自己捕捕上来的海鲜好自己都买 然后 确实没法跟人家比 没法比 一晚上赚三四十万 你说我一晚上就赚了一两万块钱 你说你心里没压力 但是差一点分的时候 然后上了一个热门 一晚上卖了三个月 结果你那个星期又好了 2019年2月份是一百万口吃 三月份就是一百二 到四月份就两百万了 那找的太平了 感觉扣拼的螺帖给个双桩甲 来的一条又来了 就一开始我跟我老公开这个美发店的 就是同村的人去我店里去做头发 就在聊天的当中 听说一天能赚两三千 就比较心动 就最快乐的就是下波之后 打印机滴滴滴滴滴滴滴 没有天上掉馅饼的 不是说你就端着锅海鲜 你一拍就有卖货 也没有那么容易 你有人拍了一年多 你最后不赚钱 最后也只能放弃了 没办法 我们这个村的人都比较勤劳 比较肯拼命 反正我喜欢我们这小鱼策 那边呢就是海鲜他们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办公场地 然后呢这是属于零成本给我们提供的 然后呢这一块呢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剪辑 然后拍摄的这样一个办公场所 那你想想这几个房间是我们的直播场景 他们每天晚上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主播都会在这里面去拍摄啊带货啊 其实补充我们人体的这个盖啊 特别是新鲜我们的主线配 就是讨论咱们的青菜就可以 讨论咱们的青菜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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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咱们的大顺的口味 就是说经过我们自家的房市 我们就是两个好吃的啊 才能介绍给咱们的 政府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些服务啊措施啊 你像有成型的这样的冷库 然后呢还有目前整个这些电商产业园区的 这些配套的供货的渠道 大家都是一起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致力呢想把本地区打造成中国电商第一小镇 公司导致力的白色 我来不去這一席 可不去那帅 好多留意 可以伍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